好 来看到继今年11月在日出大道扫街活动之后 花莲县府10号上午在吉安希望公园 举办亲近 亲近美花莲环保扫街的活动 那么在县长徐振卫的号召之下呢 与吉安乡长游淑珍 环保志工大队长陈志宽等人 带领吉安乡1200多位的环保志工 清除了超过有800多公斤的垃圾 期盼岁末年终来带给大家亲近美丽的花莲 县乡协力 亲近 亲近美花莲环保扫街活动 时日上午与吉安希望公园举办 吉安乡1200多名环保志工 在姗姗来迟的县长徐振卫号召下 协同吉安乡长游淑珍 吉安乡名代表 及环保志工大队长等人 以身体力行环境教育 让扫地不只是环境清洁活动 而是推起吉安乡对花莲环境的关心 谢谢我们大家一起亲近环境 亲近家园 尤其是家园亲近我们心也非常的亲近 城市进步的力量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同行 所以再次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开开心心 我们一起打扫环境 一起让我们的环境清洁 优美花莲成为全国第一好不好 希望我们扫出健康 扫出活力 扫出亲子之间的爱 看到大大小小 老老幼幼 共同拿起扫帚来呈现我们爱我们的家乡 爱我们邻里的这一份信心跟行动力 谢谢环保局 谢谢花莲县政府 可以与地方一起携手共构的力量 吉安乡精进了我们的洁净家园以外 更迈向引直环保乐活跟推展的一个洁净家园 希望我们共同一起来洁净加油 有环保志工对大队长陈志宽 带领吉安乡志工们宣誓后 现场也颁发感谢壮 感谢麦当劳董事长杨正道提供1500份点心 支持爱上爱徒的环保志工 随后志工分头清扫 经理出不少一次性免洗餐具 宝特瓶还有最多乱丢的烟蒂 逛超过800多公斤的垃圾 期盼呼吁民众从小养成功德心 随时保持环境整洁 让花莲更美好 记得长邦彦节安乡报道